哈喽大家好,我是盈雪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2021年的雪花节活动 活动限制等级是50等以上 这次的随机奖励依旧是历年的活动服饰和消耗品 不过服饰职业强化石箱子变成了服饰职业强化石箱子2 另外也新增了铁匠的祝福3个 铁柱是精炼防暴防降的东西 精炼值越高需要的数量也越多 大家可以碰碰运气 那接下来一样会按照官网的顺序来介绍 开始之前如果要全解的话 可以先准备一个红萝卜 如果你只想要解活动服饰就可以不用这个红萝卜 再来就可以去伊甸园或者是如图的各城镇 找雪花节广宣人员 他会帮我们传送到爱尔帕兰 只会帮我们传送这一次 之后就要自己去咯 到爱尔帕兰之后 到中间十字的这个右上角 找雪花节管理员对话开始前置任务 他会要我们去打魔力小雪兽 收集十个魔力雪花回来 魔力小雪兽一样分布在各个原野洞穴地图 可以去你平常打活动怪的地方就好 哇人总的总多 这次一样是两只活动怪 魔力小雪兽以及魔力邪恶礼盒 HP都是10 小雪兽会掉的活动任务道具 是魔力雪花不能交易 魔力邪恶礼盒会掉的活动任务道具是 雪花节卡片信封 他本身还有打开之后的字卡都是可以交易的 活动怪会掉活动消耗品四色饼干 金银冰糖还有双麒麟 饼干的共同效果是HP加5% 依照颜色会有不同的效果 绿色的Fora饼干是MATK加10% 蓝色的Winter饼干是ATK加10% 红色的Festive饼干是攻击速度增加 黄色的Snow饼干是HIT加30% 效果都是10分钟 金银冰糖是HPSP恢复5% 但有几率陷入冰冻 双麒麟搭配这次的活动头有补血量增加的效果 这边的魔力雪花建议直接打30个之后会用到 如果只想解活动头就是打20个这样 打完之后回去找雪花节管理员回任务 就会取得一个自选的BUFF 以及这些奖励的随机一样 这个是只有一次的前置任务 之后就可以不用找他了 再来就是每日任务的部分 都可以一起接一起结 首先是这次新增的任务最棒的雪人 同时也是这次活动头的任务 到埃尔帕兰中间十字的左下角这边 可以看到有NPC在做雪人 找这个绿色头发的颗龙对话 选择第一个之后对话完 回到刚才的地方靠近右边这里 白色头发的雪莉就会出现 跟他对话 然后再回左下角找颗龙对话 偷咬我们给他十个魔力雪花跟五个晶莹白雪 魔力雪花我们刚才已经打完了 那再来就是找晶莹白雪 他是要去江炳城原野找雪堆挖 找十字右上角这个连结耶弹去江炳城 地图上会有指示 到了之后只要一直点这个雪堆 取得之后就可以往下一个 对这个是几率取得的 有的只要点一次就好 有的要点很多次 总共是五个地点 就看地图走就可以了 收集完回去找颗龙回任务 就可以获得这个看起来快融化的 愁眉苦脸雪人 能力是费等级每加20MHP加250 双麒麟恢复量加50% 基本等级每加30对全阶级敌人的物理伤害加2% MATK加2% 之后每日任务就是跟颗龙对话接取 奖励是抽一次的随机奖励 接下来就是往年都有的任务 首先是雪花花束制作 跟管理员旁边这个被冰起来的梦幻雪花魔术师对话 他会要求我们拿10个魔力雪花和1个红萝卜给他 这个我们刚才都准备好了可以直接给他 如果你忘记买红萝卜 到爱尔帕兰右下角这间商店里面可以找猫咪手活下商人购买 就可以取得随机奖励和一个自选吧 然后是雪花节卡片的任务 这个是集字卡的任务 到爱尔帕兰右上角找小温对话 他会从这四组里面抽一组要求你收集字卡 打分布在各地图的魔力邪恶礼盒 就会得到雪花节卡片信封 打开就会随机得到一张字卡 收集完他要的字卡之后回来找他回任务就可以取得随机奖励 再来是收集棉花的任务 到爱尔帕兰北边左边一点找柯蒂对话 他要我们打十个保暖棉花回来 然后跟你说打雪熊冰玻璃风兔那一几鸟 邪骸战士会掉 这边大家就按照自己的能力选择魔物 最近的就是找圣诞老公公传到江炳城原野 那边有雪熊跟冰玻璃 就反正就究竟嘛 打倒魔物之后 放暖棉花会直接掉落在身上 打完回去找柯蒂就可以取得随机奖励 这样一整轮就结束了 每日任务的重置时间都是凌晨4点 不想等的话你可以用蜜猴桃果实消除CD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雪花节活动的任务介绍 最后说一下如果你有需要双麒麟的话 双麒麟的取得方式目前主要有两种 一个呢就是花一万块的传送到巴西 在左下角这边找双麒麟宝贝可以跟他用一百块买一只 一次只能买五只 所以如果你要买大量的话就要一直对话 如果你是有结婚的角色 可以到145得到右上角这边找结婚服务人员 传送到爪哇伊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 虽然一只是150但是可以大量的购买 不然就是你要穿插雪兽卡的装饰品 打怪就会有几率掉落了 那么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希望有帮到大家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